另外呢 全球现场的时间 我们把更多的重点内容交给韩宇 大午安全球现场时间 首先关注的国际最新消息 是美国社会再度因为警方 执法过当成为媒体的焦点 美国田纳西州曼菲斯 非裔男子尼克尔斯呢 本月初遭到了五名的 非裔援警殴打致死 震惊全美 曼菲斯警局现在为了取信大众 在27号晚间公布了案发 当时警员随身影片呢 这个记录器录下的影片 不过画面立刻是再度 引发国际社会的不满 先是回顾当下呢 事发的当下 27岁的尼克尔斯 他是在7号晚间 距离家中不到90公尺的地方 因为涉嫌鲁莽驾驶 因此被警方拦减 不过因为他试图逃跑 所以在被警方抓回的时候 双方爆发了冲突 结果遭到五名警员围殴 先看到街警摄影机下拍到的画面 尽管这个画面呢 有一些模糊 但是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五名园警他们对尼克尔斯 对上一个人呢 是将他压在地上 冲突时间甚至长达三分钟 而在警方压制的情况下 尼克尔斯呢 他其实基本没有太激烈的反击动作 不过现在根据警方提供 警员身上的这个摄像机的画面 完全又是不同的情况 混乱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尼克尔斯 他一开始呢 是被拦截的时候 警察粗鲁地喊着要他下车 接着要尼克尔斯他趴倒在地 但是尼克尔斯呢 他当时是回答自己明明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于是警员呢 竟然说要电击他 因此尼克尔斯在听到之后 他试图要逃跑 而在被抓回来之后呢 就遭到了警方殴打将近三分钟 而且最令人伤心的是 在影片中可以清楚地听到 尼克尔斯他被压制之后 是深思历劫地喊着妈妈 希望妈妈可以听见 不过警方依旧没有松手 在混乱的画面中 可以看到警方对尼克尔斯不停地殴打 拳打脚踢 也可以听到警方他们喊着 要用警棍打死他 而尼克尔斯在被这五名园警痛殴之后 送医三天之后就身亡了 目前这三名园警在15号 因为涉嫌过度使用暴力 已经被解除职务 并且是全部关押 而警方指控他呢 是犯下二级的谋杀罪 严重殴打罪 严重绑架罪等罪行 如果判决成立的话 这五名警察将会面临 15到60年的有期徒刑 而影片在公布之后 警方这个时报的过程 立刻是引发全美各大城市的不满 恐怕会再掀起一波BOM 也就是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抗议示威 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 走上街头抗议警察过度的时报 那么尽管美国总统拜登 他呼吁要和平的示威 但是一名抗议者他表示 他们要抗议到正义 可以获得伸张为止 Send those killer cops to jail We are here for Tyree And we are going to stay in the streets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for Tyree to see justice for his family to see justice but for all the victims of this racist police brutality because this year or just last year we saw the highest rates of police killing in this country we are not going to tolerate it 目前包括纽约市 以及首都华府白宫前 都有大批的民众抗议 美国警察暴力泛滥 代表尼克尔加书中的 其中一名律师 他也表示 仅仅是一起简单的交通拦检 就可以再次见证 非议还有有色人种 在美国社会受到的待遇 没有人应该要为交通拦检 而被杀害 那么其实美国加州的 连续重大枪击案 才刚刚成为议题 现在又再度发生了 重大的警察暴力丑闻 社会治安问题 现在也才是 拜登他的当务之急 不过拜登在上任之后 在外交上费了很大的心力 尤其是在唯独北京 包括南海问题 强调美台关系 两国现在在南海的角力 也持续的升温 即美国前中院院议长 裴洛西访台之后 外传现任的中院议长 麦卡锡也即将访问台湾 根据外界推测 实际点可能会落在 台湾关系法生效的 4月10号 而在麦卡锡访台之前 众议院的外会的主席 麦考尔 他也先会见了 台湾驻美代表 萧美琴 委员会的成员更指出 主席盖拉格 有意要来台湾 举办一个听证会 种种的迹象 其实现在都显示 美国他们在透过 支持台湾 对北京政府展现一个 非常强硬的立场 但是大陆环球时报的 前总编辑胡锡进 他也回应 针对台湾的问题 北京现在还是握有 完全的主动权 F-18战机在 尼米兹号的甲板上 红红作响 接着引擎一催 飞速航向南海 灰蒙蒙的天空 美国尼米兹号机库 甲板事官表示 他们在南海的演习 非常顺利 这是尼米兹号航母 今年部署南海后 首度接受媒体采访 尼米兹号两周前进入南海后 与大陆山东舰航母舰队 在南海各自执行任务 互别苗头 在大陆推动南海行为准则之际 美国第七舰队继续执行 印太自由航行 使得南海在2023年开春 再度成为美中角力热点 除了中美两大航母战斗群较近 大陆解放军空军 近来也多次释出战斗机 与外国军机抵近侦察时 相互对峙的影片 同时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即将访问大陆前夕 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 传出四月可能访台 对于先前培洛西访台 引发大陆大规模军演 美国只强调担忧大陆破坏台海现状 麦卡锡可能访台时机 外界推测将落在台湾关系法 生效日四月十号 除此之外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卡尔 也在国会山庄会见台湾驻美代表 小美琴 在美国之音相关报导中 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委会成员 魏特曼指出 成员支持主席盖拉格提出的 访问台湾 以及在台湾召开听证会的想法 认为对台湾与全球都有重大意义 不过大陆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回应 如何解决 以及什么时间解决台湾问题 大陆都握有完全的主动圈 记者黎静综合报导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氤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